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血管堵塞血脂过高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 但是一旦血管已经开始堵塞想要清理 除非用开刀动手术的治疗方法 否则是很难清理干净的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在这里分享一个食疗方法 不需要开刀动手术 也可以将食疗方法 让血管清理干净哦 而且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些材料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清理血管的食疗方法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柠檬 生姜 大蒜 以及苹果醋 大蒜相信大家的家里都有 大蒜可以有效的降低党固醇 减少动脉斑块和 避免血管堵塞 达到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的问题 那么生姜的姜辣素可以帮助杀菌和消毒 另外姜辣素的辣味可以刺激血管扩张 强化血管 让心脏和血管更加健康 而柠檬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P 而维生素P是增强血管弹性和韧性的重要元素 再来我们的苹果醋 养生功效 大家都知道 其实苹果醋主要的功效是软化血管 苹果醋富含的苹果酸成分可以去除体内的多余脂肪保持新血管的代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这款清理血管的食疗方法吧 首先我们先将这三种材料去皮按压取枝叶 接下来我们将这些材料加入一个干净的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柠檬醋 现在我们将它煮大约10至15分钟即可 这个食疗方法已经帮助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清理血管 有些人的心脏三条血管已经阻塞 医生安排一个月后动手术 但是吃了这个食疗方一个月后检查 居然血管全部打通了 不需要再动手术了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虽然柠檬、生姜、大蒜、苹果醋 都具有一定的软化保护血管的功能 但其中辛辣酸性等刺激性成分过多 最好不要长期同时服用 特别是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的患者要胜服 此外小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预防心血管疾病 大家可以采取低盐、低脂、低热量的地中海饮食 多吃鱼类和坚果哦 若大家想要准备多几天的份量 大家可以增加它的所有材料哦 一次过煮一个星期的份量 将它放入一个瓶子中冷藏 这样每天就给轻松喝到这款食疗方法了 熬煮15分钟后我们即可关火 小编今天准备的是三天的份量 若大家想要准备一个星期的份量也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增加材料的份量即可 就这样我们让它烧凉后 加入蜂蜜搅拌即可饮用 如何食用呢 每天清晨刷牙后先喝一两杯温水 接下来空腹饮用一勺的清理血管的汁液 坚持一个月血管就会清理干净 如果是严重的阻塞 大家每天早晨可以喝两勺哦 但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喝完后大家可以重新到医院检查 血管阻塞的状况会好转 甚至会打通 而且不需要动手术哦 这个秘方大家绝对要试一试 尤其是心血管阻塞的朋友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胃溃疡或胃不适的患者 千万要谨慎的服用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款柠檬汁 生姜汁 大蒜汁和苹果醋的食疗方法 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